今天谈到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,病都是吃出来的,快看看你吃错没有。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,对饮食的重视程度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。 最近,美国那边也更新了居民膳食指南,由20位顶尖的营养科学家参与得出,极具科学性和权威性。 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,指南有哪些内容值得借鉴。 一,不健康的食物一口都不能吃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,薯片、奶油蛋糕、烧烤、炸鸡等都不健康,但总是认不住想吃。 到底能不能吃?可以吃,但要控制量。 新指南提出,其实这些不健康的食物你也不用完全戒掉, 只是需要保证每天85%的能量来自健康食物就行。 剩下的15%可以稍微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,满足味蕾享受。 具体是个什么概念? 大体来说,一位成年女性,每日能量摄入值是1800千卡, 15%即是270千卡,相当于每天可以吃两口薯片或者吃两串烤肉。 2. 低脂或脱脂奶类更好 全脂奶不健康,很多欧美营养学家都推荐摄入低脂或脱脂奶类, 但这一原则并不太适合中国人。 一方面,欧美人日常有吃奶酪、用奶酪烹调的习惯, 而国人却没有。乳食品摄入量可以说是严重不足。 另一方面,牛奶中除了脂肪,还天然含有溶脂性的维生素, 包括维生素A、D、E、K等。 如果去除牛奶中的脂肪,就会丢失85%以上的溶脂性维生素。 再加上,牛奶中的脂肪是以脂肪球的形式存在, 它表面膜上的磷脂、特殊蛋白质多糖等成分, 有一定生物活性,有抑制某些癌细胞增殖的作用。 因此,脱脂后这些好处也会丢失。 不过,如果您有超重肥胖、血脂异常问题, 或其他心血管疾病问题, 选择低脂脱脂的奶类比较好。 三,这些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多多益善。 食物中的营养除了维持日常活动, 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改善都有辅助作用, 因而,有些人就觉得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东西就该多吃。 但堂堂提醒大家, 对别人好的不一定对你好, 保持适量更关键。 水果,每天200到350克足矣。 水果摄入过少, 早就被世卫组织列为十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, 但长期摄入过多也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。 一,糖分超标,会转为脂肪堆积在体内, 增加肺胖、脂肪肝等的风险。 二,过糖过多,会促进炎症、紊乱代谢, 进而可伤害免疫系统。 所以,水果的量还是要控制在200到350克每天, 千万不要盲目用来带餐。 粗杂粮,占主食三分之一即可, 如今为追求口感, 饮食都偏向于精细化, 但如此一来, 却会增加肥胖、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因此,提倡适当吃点粗粮, 但有些人餐餐都以粗粮为主食, 就不合适了。 首先,五股杂粮中含有一定的抗营养成分, 会妨碍铁吸收的元素。 长时间,大量的单一的食用, 容易引起贫血。 其次,五股杂粮相对更难消化, 会增加胃肠负担, 所以脾胃虚弱、食欲不振、 消化不良或有胃肠疾病的人, 并不适合多吃。 建议粗细搭配。 粗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即可。 菌类,每天控制在50克左右, 菌类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, 而且,其中的真菌多糖能抑制病毒细胞, 增强好细胞,提高人体免疫力。 所以,有些人不论是煮面条还是做菜、 煲汤都喜欢加菌菇。 其实,菌菇虽好, 但吃太多却容易导致零摄入过量。 因为日常吃的穀物中本就含有较多的零元素, 再过多使用菌菇, 多余的零就会阻碍钙质的吸收, 增加高血压风险。 甚至造成血管钙化。 建议,菌类每天的食用量最好在50克左右, 把它纳入蔬菜的一部分。 茶叶,用量不超4克。 国人都非常喜欢饮茶, 几乎家家户户必备茶饮。 每天泡一杯,心情舒畅。 还有助健康, 但不宜多喝, 尤其是特殊时期。 茶叶中的茶多酚虽然能抗氧化, 保护心脑血管, 但它也有利尿作用。 当人体处于脱水状态时, 腹泻或长时间未进食净水, 大量饮用浓茶不仅难以补充水分, 反而可能帮助排尿, 增加血液粘稠度, 加大心脑血管疾病风险。 不仅如此, 浓茶会对胃黏膜造成刺激, 增加胃癌的风险。 建议每天茶叶用量不超过4克, 少喝浓茶。 四,想要吃得更健康, 抓住这两点。 偏爱高营养密度的食物。 营养密度是指一定量食品中蛋白质、 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数量与其所含热量、 糖、脂肪、淀粉等的比值。 比值越大, 营养素密度越高, 营养价值越好。 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既能帮助达到营养素参考摄入量, 同时保证总能量摄入适宜。 天然未加工的食物基本都属于高营养密度的, 而以下几种则名列前茅。 一,蛋黄。 一颗小小的蛋黄里就含有磷、铁、胆碱等矿物质, 以及维生素A、D、E、K, 脂溶性维生素, 含有绝大部分B维生素。 二,小油菜。 钙含量比牛奶还高, 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、胡萝卜素、铁元素。 三,芥兰。 富含胡萝卜素素、维生素K、维生素B6、钾、钙和鎂等多种营养素。 四,三文鱼。 含丰富的Omega3脂肪酸,也是优质蛋白,维生素D的良好来源。 饮食限制。 这里的限制,一方面是指一些食物要少吃、不吃,另一方面是指总量减少。 一,从出生开始控糖。 两岁以下的宝宝尽量避免吃含糖的食物和饮料。 从两岁开始,每天吃糖的热量不要超过每天总卡路里摄入量的10%,除了糖,盐的每日用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内。 二,少饱和脂肪。 两岁开始,每天摄入饱和脂肪的热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0%,差不多就是意味着最好控制在20克以下。 因为饱和脂肪具有促进血液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的作用, 其效率甚至超过了胆固醇本身,是造成肥胖和各种心血管病的元凶。 所以像奶油、某些饼干、油炸食物等都要严格控制量。 三,远离反噬脂肪。 反噬脂肪比饱和脂肪更坏、更可怕,是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。 调查发现,每天的膳食总热量中,每增加2%的反噬脂肪,就会使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增加25%,也就是说,人体根本不需要它,摄入后反而损害健康。 注意,植物油的加热温度过高,会产生反噬脂肪。 加了起酥油、植物性奶油、人造黄油、沙拉酱、带可可汁的食物中,也有反噬脂肪。 四,尽量避开带这些字的食物。 带有以下字眼的食物多是不健康的,建议大家看一下配料表,尽量少吃或不吃。 带脆,像果蔬脆片、脆笔花生、干脆面等,很多都是经过油炸的。 带味,像核桃味瓜子、香草味饼干、草莓味饮料等,多是添加了香精,有的还加了大量的糖、盐。 带柳,像牛柳、鸡柳、蟹柳等,一方面里面会有大量的淀粉,营养价值低,另一方面这里面的肉不一定是新鲜的,所以还是少吃为好。 带水煮,像水煮鱼、水煮肉片等,听起来是水煮,其实更像是油煮。 大量的油反复加热,且还加入了大量的盐、味精等,可谓是油脂,盐量都炒表。 带干边,干锅,像干边四季豆,干锅花菜等。 蔬菜虽健康,但一般油量非常大,还是少吃。 任何食物都是积少成多的,冬一口,西一口,不知不觉间吃下去的垃圾食品越来越多,我们身体里的隐患也越来越大,因此该忌口的时候就别再贪嘴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